观众老爷欢迎你 感谢你来我这里 观众老爷欢迎你 等风等雨等着你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零九 正如标题所说 这一期视频 我们将会讲述 明知丹柯南主线的第一部分 但并不是直接讲黑衣组织的故事 而是讲述跟主线有关的剧情 呃那零九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视频 有不足的地方 还希望大家多多指针出来哟 今天零九要带你们去了解的是 功能心意 从上幼儿园到成为高中生名侦探 再变成柯南的部分 其中猫和他和小兰原子相遇 和大阪黑气的初次交手 与怪盗记得的首次皇城PK 还有与赤锦一家的渊源等等内容 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对哦 不要忘记给零九一个订阅点赞评论哦 在这两集中 分别于小兰和心意的不同视角 回忆讲述了功腾心意 刚刚转学到米花幼儿园和小兰原子初见的故事 那是新衣第一次展现出 她在推理上的惊人天赋和洞察能力 看出老师的异常行为 并在自家老爹的帮助下 成功守护了小兰 还对小兰一见钟情 看见年轻时候的功腾夫妇和毛利夫妇 软蒙可爱的小兰 原子和臭屁新衣 这是一场父辈的对接 十年前功腾幽作阻止了一代基德黑羽道义的行动 飞音里开始律师生涯 有虚子的师傅黑羽道义 见到了小时候的黑羽快道 这也就是我们的二代基德 与此同时 刚上一年级的臭屁小学生功腾心意 拐走了自己的青梅大半夜翻进学校探前 遇到了自身是心意的弟弟的黑羽道义 道义给心意设下暗号游戏 最终答案是给幽作的信 十年后柯南才发现当年自己的推理错误 而幽作在没有看到最终答案信件的情况下 直接回复了道义 黑羽道义的信只有一个问号 表示下次你还能阻止我吗 幽作的回复是一个感叹号 啊当然 看点 勾腾幽作潦草血下的怪盗1412 被记者看成是怪盗KID 所以怪盗记得这个代号是幽作取的 他也因此自称是心意的弟弟 啊那记得岂不是要叫柯南伯伯 小岚也是从这个时候起 在叫警察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而阿丽博士在十年前 还是黑发没有秃顶 从那时候起养成了出谜题的乐趣 十年前的毛利大叔就有了装傻天分 表面几不开暗号 突然说想打麻将 或许可以解读为给心意的提醒 同样是十年前 攻腾一家四口 去海边遇到了赤锦秀一一家 大学毕业的秀一决定加入FBI 调查父亲的事件 说出的他父亲 赤锦雾武说出的话 大任模样的吃金玛丽 带着年少的羽田秀吉 和七岁的士良真纯登场 所以展现推理能力 使用节拳道帮柯南赶走小混混 让小岚和士良真纯 对学武产生了兴趣 士良真纯因为心意两次都笑冷面大哥 因此对推理产生兴趣 崇拜心意 这也是他说 心意是魔法师的原因 看点心意一生中的尬推时刻 清定秀一是华生 经典三选一套路的出现 努力都秀一一笑的士良真纯 初中时期的大阪黑机和心意 并没有见面 却在案件中交手 大阪黑机一直慢一步 这时候双方的推理能力 都不算太过于成熟 在自家父亲的提示下 完成了推理 最终擦肩而过 同年 公腾夫妇搬到美国 心意独自居住 看点命中注定 好旧的星星相惜 一年前 有虚子寄来机票 心意带着小兰 私奔洛杉矶 在飞机上 遇到木木警官和钢木警官 碰上杀人事件 这时心意 正式以侦探的身份 处理明暗 用强大的推理能力 和洞察能力 获取了木木警官的信赖 为她的成名之路 做下铺垫 看点 心意从微小的动作 确定了凶手使用的凶器 还向小兰 打听一个 嘿嘿嘿的问题 伪装成明星的贝尔摩德登场 并得知贝姐和有虚子 同样施成黑语导衣 极为擅长 变成另外一个人 此时 赤锦秀衣已经加入FBI 留起了长发 贝姐伪装成功弱杀手 与赤锦秀衣交手 意外遇上小兰 并被小兰和心意所救 心意说出那句 杀人或许有杀人弄机 但救人并不需要 这小兰是天使 心意是酷盖 此后多次保护他们 有虚子承认小兰 而媳妇的地位 小兰喜欢上心意 二点 有虚子公路 超帅标策 恭喜心意结束单恋 心蓝亮提 温狗粮 因为这个画质关系 这里主要采用的是 怪盗基德1412的画面 我们所熟知的怪盗基德 与宫腾心意的首次黄尘PK 一代记得在八年前表演失败 传言去世 官方则是表明 生死不明 此时的木木警官 对心意那是一个非常信任 高中生侦探名号已经开始出名 快点 高手对招 十分过瘾 小兰在路上与亲子斗子擦肩而过 柯南中亲子的CV是柯南 红子的CV是辉原 大家提到这一张内容 09决定在这里先讲一下 在第140集 竞技场 尼氏同仁胁迫事件上中 会表示心意早在 不知不觉当中 和组织从半个世纪 以前进行的秘密计划 产生了联系 被召集的名侦探里 毛利收到邀请去黄昏别晚 十位乌丸连耶底 这是一个在半个世纪 以前复刻敌国的土豪 会用纯净打造一所别墅的内容 他成立一个极为神明的组织 组织的颜色是黑色 40年前 99岁高龄的乌丸连耶 死期将至 想在临终前找小他母亲留下的宝物 于是找来一批学者帮忙 但这批人一直找不到榜藏 最终全都死了 据说乌丸连耶在那个时候也确实了 但黑衣组织并没有消失 组织出现了一把手 那位先生 没有人知道黑衣组织的目的 或许是为了延长寿命 也或许是为了起死回生 这就是黑衣组织的开端 看点 采用无人生还的手法 联合欺骗凶手 距离星医变成科 那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星医在水族馆用鲨鱼比喻侦探 被案件的血腥味吸引到现场 利用身上的所有感觉 查出犯人 轻轻咬住对手 在对方放弃挣扎之前 不断用证据的历史啃试她 并在暗截中搞掉了小兰钢版的手机 为了赔罪 提出带她去游乐园 并赔偿她的新手机 2016年官方推出了重制的特辑 可以称之为修改版的 名侦探柯南的第一集 里面有很多96版 第一集中没有出现过的细节 特辑中表示 星医的初恋是小兰 雪莉对AR的研究有所进展 服用药物的小白鼠出现存活 并退化到幼崽 伏特加和琴九代表的黑衣组织出场 活在背景版的波本 抠舍到大赛中 原子给小兰卖力加油的模样 被对面的荆棘针看见 从此对原子有了好感 随时的星医已经常常收到 默默警官的救助 为此中途离开比赛现场 小兰怒气魔法取得比赛冠军 星医利用球技击倒犯人 暗箭曝光星医登上报纸和电视 被誉为日本警察的救世主 CIA派进组织的莫敌 水无连奶 以电视主播的身份在荧幕中出现 星医立志成为拼撑时代的 夏洛克福尔摩斯 这一年TAC-52 第二天星医遵守约定 为了赔罪 带小兰去游乐园 过山车上遇到明暗 从琴九的眼神中 感受到了老秦一个人 扛起组织大气的男鼠 是心疼啊 准备回家时发现 伏特加的身影偷偷窝上去 生命吃瓜现场的时候 被老秦一闷滚干倒 IKE 让我一枪崩掉它 啊不 让它吃这个 哎 老秦真是用心良苦啊 星医醒来之后 变成了六岁的样子 他说的话警察不再相信 变成小矮子的他 连自家门都够不着 只能寻求阿里博士帮忙 阿里博士成为第一个 知道攻腾星医变小的人 为安全起见 星医听取阿里博士的建议 为自己变小这件事情 尽行保闭 放心不下的小兰 前来查看 紧急之下 星医带上老爸的眼睛框 花生成为江湖串柯南 为了有接触到黑衣男子 心思的机会触进老爸身为侦探的小兰家中 并以柯南的身份 亲耳听到小兰喜欢星医 看点 小二两口看计十分拳 买小枪树玩偶 左摩天轮拍合照 后来被小兰放在床头 啊不是情侣 却甚死情侣 黑衣组织 柯恩的少女星 好了 关于柯南主线的第一部分 就给阿说到这了 星医也从小时候长大 成为了高中生名侦探 再化身柯南 那下一次内容将会是 星医以柯南的身份 接触发生的部分逐渐 敬请期待 那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侦探们 记得点赞 评论和关注铃铛哈 顺势有相逢 咱们下期再会了 掰掰